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非銀金融勁,貴傑前可及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升了114點,收報24455點 注意,今天的成交大增到1440億 今天成交上來,因為傳統非銀金融股 中資的傳統非銀金融股 受到內地股市上升的刺激 今天表現得不錯 帶動恆生指數有些反彈 不過科網股是個別發展 今天重點不是科網股 現在市場有些風格轉變 事實上,科網股升了很久 一段日子之後,現在在consolidate 資金還未留下去,炒一些傳統股 都不出奇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個階段 看回傳統股 但傳統股入面,如果說金融股 個人傾向多的是非銀金融股 什麼叫非銀金融股 今天的題目是非銀金融勁 如果長一點,應該叫內地非銀金融勁 或者中資非銀金融勁 非銀的意思是非銀行類的金融股 包括保險公司、證券公司、資產管理 那些都是金融股,但不屬於銀行類的 今天主要和大家說的是內地保險股 和內地證券股 這兩大類 還未說這兩大類 之前都要看看恆生指數的表現 大家看看恆子這幅走勢圖 近期,回回來之後 都是守住24,100元這個位 大概這個位都是最重要的 中線的支持位 萬一如果真是收於旗下 中線要轉紅燈 這個都說了很多次 昨天都說到會不會受到美股影響 然後假跌破等等 現在都未知 因為今晚美國才是市場結算的 暫時來看 由於今天內地股市做得好 所以港股有得彈一下 但是未脫危險期 大家不要這樣覺得一定沒有事 好,恆子繼續都是看著24167 很久沒有講過國企指數了 今天要講一下 因為內地的非銀的金融類股分升 對於國企指數 帶動力量比較大些 所以剛才你看得到 恆子今天升大概0.5% 0.47% 國企指數今天的升幅就大些 0.7% 近來下來之後 9,600區這裡 暫時都是一個重要的支持 萬一 不幸運 如果收於9612之下 又是了 中線轉紅燈 好一點 因為今天那些 中資金融類表現得好一點 不過你細心來看的話 今天成交上升了 不過今天是一個什麼 新懷六甲代變日 今天的畜生在上一天的陰燭之內 即是說今天 昨天 星期四的時候跌得很急 星期五 有少少回穩的跡象 但它正在代變 地緣代變 有利下星期 即是星期一 如果中資金融股 沒有理想的話 應該可以帶動國企指數 進一步反彈 那恆子的情況 是不是這樣呢 恆子的情況 你都是生懷六甲 不過你見得到那個足身 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在上一支 陰燭的一半之下 很明顯 是吧 即是說這一個 代變 就是弱勢 因為恆子裡面還有其他股份 例如是甚麼 是騰訊 今天騰訊 受到擔心 在美國的遊戲業務 比特朗普搞 那又偏遠了些 所以那些因素影響了 所以恆子 沒有國企指數變得那麼好的 從圖形上 從今天那個走勢 大家可以分辨得到 好了 那內地股市是怎樣 內地股市大家要注意了 特地看短一點 因為今天它是一支大洋竹反彈 其實呢 過幾月以來 在八月尾的時候 其實都是3400的 上陣指數 接著現在滾到來 接近3200 有少少呢 終於反彈了 而這個反彈最主要注意 是一個比較強勁的洋竹 即是一支光頭洋竹 由頭升到落尾 那這些呢 要是你說它留 成交不太好 不過 我想跟大家說 你看看星期一、二 先看看 不要這麼快 它不碰 今天成交的確 不是大得很緊要 但是 為什麼它可以衝到上來 是不是背後有人有些東西 知道了 我們就不知道 一下衝上去 會不會周末有什麼公佈 下周有什麼公佈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注意了 就是說 本周呢 其實是有正投放的 放水 這個都是利好內地股市的 今天呢 就進行了這個 1100億元 7天期易回購操作 以及 600億元 14天期易回購操作 總共放了17億水 但是今天有900億到期 正投放就是800億 但是 全周計 因為又做MLF 又成 全周計 正投放了2600億 2600億 都個數 大不大 小不小 都是一個放水 比較一個刺激的作用 OK 第二點 第三點要注意 其實就是 我剛才說到 貴結前要買 中資金融股 為什麼呢 可能在貴結 就來九月底 貴結 其實今天都九一八了 貴結前 會不會再一次衝上去 你要注意這個A股的走勢 其實在第三季初的時候 去到第二季尾的時候 是否高三 第三季 7月1號 砰砰砰 7月頭就衝了上去 然後呢 在這兒打橫走了 接近 兩個半月的了 OK 兩個半月的了 六月底 就是第二季 季尾的時候 去到高位結算 然後 季初 慢慢衝上去 要注意這個 會不會 有可能在這次又再重現 我不知道 是不是十月頭 它一定可以衝上去 不過 在九月底 季節的時候 抽高些 結算的可能性 我覺得比較大 現在呢 就是九月十八號 下個星期一 回到九月二十一號 是吧 那就是下巡 是不是有機會 就是抽高些呢 大家注意 特別呢 現在你看到 護深三百指數 一樣 是一個小型的雙底 而護深三百指數 在這個八月底的時候 曾經衝上去 如果說intraday的高位 即是即市高位 是這個4901 其實是高過這個 7月13號的高位 這裏高位 是四百七百的 即是說曾經是穿過上去 上證指數沒有的 上證指數這個位 是低過這邊的 意味著是什麽 大型的股份 是有機會衝上去 更加大機會是衝上去 即是 譬如4901這個位 在這個月底的時候 上破4901的機會 更加大 大型股是什麽呢 如果你說非銀類 就是那些保險股 如果這個衝上去的話 成交又活躍的話 也都利好一些 內地的證券股 所以 Based on 這個假設 我自己覺得 現在它剛剛 如果內地的保險股 或者證券股 在香港上市 H那些 今天才是有少許動動 現在其實都是相對低位 趁低可以買一些 可以大家注意一下 今天 內地保險股來說 深華保險升得比較多 升7% 這隻未必一定是首選 雖然這隻其實是不錯 因為它也有些消息 是跟進的 就是深華保險 其實它那個8月那個 保費收入 按年增長22.6% 所以今天就升7%上去 其實7月頭 升上去之後 在這裡環核 也都是你要注意 8月中的時候 剛才沒說過 胡森三下指數 8月中破過頂 它就是8月中的時候 這隻都破到的 所以這些都是好東西 唯一美中不足的之處 它破到頂當然好 它在9月頭的時候 它這一下跌下來陰濕了 跌破前浪底 有一日收於旗下 真是這日陰濕了 但是它收在一日之後 接著又揚竹抽上來 之後一直回回 接著又再抽 這些陰濕 震了部分的人出來 然後再抽 所以說這隻股 是有機會 是比較會上的 因為它的確保費收入又好些 曾經也都是 在8月中的時候 已經是破過頂上去 你看得到 所以你如果再上的話 再衝上去的機會都大 問題是 你要小心 這些股是後面有人 操作那裏 是陰濕一些的 那你如果能夠玩到這些股 即是你適應到這些股 那便沒有問題 可以想的 你今天收32元 後花31.5元 或者以下 可以少住級 那大陸一點的 是什麼呢 大陸一點的 就是國壽 國壽 大家都知道 這隻國企 沒有什麼玩 這隻是內地最大的保險公司 7月衝上來 8月他沒有破到上去 所以沒有剛才那隻 那麼大波幅 那麼好玩 不過那隻好玩之餘 就是有少少陰濕 剛才說過 這隻是正路的 那這樣下來 震到下來之後 一下子 然後就好像突破了這個下降軌 那樣 今天成交都很大的 那這些是有機會再衝上來 去回20元頭上 那今天18.5元六收 你想想 如果試8月17號那個高位 都去到20.5元 如果試這個 之前前浪頂 即是7月9號這個高位 就去到21.9元 差不多22元 那現在來搏的話 你是找到 譬如說 你不要想著 又跌回去之前 那一天 9月17號低位 17.7元 18元那些 就是如果真的要想 這個突破 18元都未必買得到 那麼就找到 譬如說 18.5元 即是跌少少 就可以買些 分註這樣買些 然後 第一個位置 看就是20元頭上 因為這個前浪頂 就是大概20.5元 20元到20.5元 第一級 第二級 就是22元 左右 這裏是21.9元 所以這個可以分兩柱 來看 那個目標 如果止蝕位 就放在9月17號低位之下 這個低位17.7元 如果跌破 收在17.7元之下 就止蝕 這裏是比較容易操作一點 證券股呢 其實有幾隻都表現到理想的 近來其實波動得一大的話 就是光大證券其中一隻 譬如說有些新人萬國 那些 那些比較小一點 不說那些 這些大一點 那今天都升6.5% 注意這隻 它回落的時候 9月11號低位 7.1 7.1 7.1 最低 那這裏這個裂口的底部 那個高位 就7.16 就是它剛剛回補了這個 上升裂口 回補了這個上升裂口 然後今天 你看到它好像彈很少大 其實都6.幾個% 這隻可以考慮的 可以考慮的 那這隻上來 但是你要注意這一級 就是這裏都是有一堆蟹貨的 是不是 這麼多這裏 一路散來的蟹貨 所以這些股可能升的時候 就是一級一級 它未必能夠直上 當然 如果內地的股市很厲害 它當然直上 但是現在才作好 就未必可以直上的打算 今天譬如7.66收 如果這隻 7.5% 或以下可以考慮一下 收在7.1%之下 就止虧了 先上網 就不要那麼多 這一級 你說這個頂位 大概八個半左右 八個半左右 第一級 那麼 我自己貪心一點點 你八個半之後 你希望它可以上回這個 大概9元 大概9元 這個之前這個密集區的頂部 先看著這裏 如果市場真的很好 可能都要去到下一季 即10月 黃金周回來之後 再可以上網 看看是否可以9元上 另外一隻 就是中信見頭 我覺得剛才那隻 你見到它跌得比較深 如果兩隻證券股 我自己傾向一點點 中信見頭 為什麼呢 第一 你見到它回 沒有回得那麼多 即是比較強勢 光大證券 今天彈得多 但之前跌得比較深 另外這隻 都是接近回補了裂口 其實不完全回補 是更好的 因為它代表它強勢 它現在10.28元 最低 這裏的裂口頂 就是在上升裂口底 即7月2日的高位 就是10.16元 即是沒有完全回補了 沒有完全回補了 即是它是強了一點 強了一點 現在今天 有一點反彈 現在都是初步 這裏有一個下跌裂口 第一級要克服這個下跌裂口 才真正好 現在可以少住 10元8元 或以下少住 試一試 第一級 如果真正好的話 它應該是可以彈到12元 或以上 甚至乎 8月6日高位 這些13.1元 即是13元 12至13元 是第一級 跟著 當然再上這些 就是前浪頂 13.7元 那些是後話 因為不要那麼大上頭 畢竟內地政府 證券股 都是剛剛第一天上 第一天反彈 是否真的成到勢 還要看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初 如果A股都做好 繼續做好 再跟大家跟進 我相信 如果A股繼續在我的股計 希望去打 現在都是股 月底之前 季節之前 A股上去比較高位結算 這樣的話 有機會帶動內地證券股 做好 今天跟大家分析了兩類內地證券股 第一個就是內地的保險股 第二類就是內地證券股 亦都提出一些個人的見解 即是推薦哪一種 當然 你可能選擇的和我選擇的不同 不要緊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的心目中 理想的證券股也好 內地保險股也好 譬如說 你不喜歡國壽 你喜歡平保 沒有問題的 你不喜歡中信見投 你喜歡中信證券 那種最大 030 沒有問題的 不過那個idea 就是說 今天內地股市做得好 呈一個小雙底反彈形態 那就可以留意 這些受惠於內地股市反彈的板塊 好了 今天分析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